哈啰 大家好 我是东 今天我们继续说我对熊学的A班VS比版吧 在上一期我们说到第三场比赛的结果是平手 那接下来的第四场就是胜负的关键了 2D比版的其中一个推荐度学生能不能赢下爆豪呢 就让我们马上开始说第四场的比赛吧 不过按照冠定我们还是先介绍角色 首先是比版 切耐 个性吸一段尾 可以让全身四分五列之旅有行动 然后是顾磁狼 个性截则剂 因为我觉得这个性的名字挺难读的 所以接下来简称强力交吧 反正我觉得是差不多的东西 能喷出强力交而且能调整干掉的速度 连切 个性 刀锐 能从全身上下伸出刀刃 然后是羊血 个性 汗阶 能以分子等即将不同的东西结合在一起 不过如果没有摸到想结合的东西的话就无法发动个性 接下来是A班 首先它是介绍包豪升级 个性 爆破 它手掌分泌出来的不是汗 而是一种名为硝酸干油的爆炸性物质 这也是为什么它能制造爆炸的原因 也因为这个个性 汗越多爆炸的威力就更强 所以它可以说是越打越强 爆豪从小之后自尊心就很强 在得知略谷是5个性者的时候 它的自尊心完全爆发 认为自己比所有人更加优秀 所以也有是极强的胜负性 不过在略谷得到one of all 并在训内营销了爆豪 而且爆豪还发现自己并不是最强之后 自尊心极强了爆豪内心怀要崩溃 但它很快就振奏了起来 并打算要成为自学校最强的人 顺便甩消爆豪是目前在A班中 唯一一个知道问ofo mb的人 然后是耳朗想象 个性 耳机插孔 耳朵上有耳机的插头 可以将心跳声以暴音的方式传出去 这也是它的主要攻击手段 但它通常都是靠着耳机去确认敌人位置 它的故事其实也不多 比较深刻的大概就是它在学演技上做的事情吧 在学演技上A班表演的东西就是演唱会 而耳朗就担当了吉他和主唱 接下来是砂糖力道 个性 砂糖兴奋剂 在摄取糖分后 就能在三分钟内爆发出原本五倍的力量 但在之后大脑会受到影响 这角色的故事 我还真的想不到的 唯一记得的大概就是房间王的称号吧 最后一个是赖驴犯态 个性 胶带 能在手抓射出胶带 能使用在抓住敌人的方面 也能进行怀疏移动 然后故事 我是真的想不到的 所以我们还是直接说比赛好了 在一开始爆豪就和其他杀人说了战术 所以他说了什么 我会在比赛过程的时候才告诉你们 首先第一个就是爆豪带头前进 其他杀人就尽量辅助爆豪 但其他人表示对方有很多上场影迹的 所以想利用耳朗的个性找到破战后才想 但爆豪表示破战是靠自己创造的 而不是等待 说完后就给了他们闪颗炸弹 之后在说了一些事情后 爆豪就马上前去寻找对手了 在中处发现了对手的身影 就马上要耳朗找出他的位置 但由于杂音太多 耳朗停了很久 而这些杂音是千耐使用了自己分裂的身体制造的 然后耳朗停了很久说了一句 这果然是陷阱 然后千耐就出现在爆豪旁边 便利用自己分裂后的身体去妨碍爆豪 方台就马上利用胶带去防止千耐的进攻 但他们中击了 这是比方的目的 在方台用胶带包围了他们后 故事他马上射出强力胶 然后连前就上前把连着强力胶的水管砍掉 让水管掉下去 只要砸到A班的人 他们就会被上面的墙地脚连着 但是爆豪前来并把那些水管炸掉 连前就算是他们还在混乱的时候 马上上前想解决耳朗 但是爆豪并没有混乱 他踢了耳朗一下 但不是攻击对友而是保护 这就是爆豪的战术之一 当他们陷入危险时爆豪会帮助他们 然后由于计划失败了 所以B班的人也马上撤退 因为他们知道如果真正打起来的话 他们一定打不过A班的 所以计划失败就马上撤退 然后继续埋伏直到成功为止 而B班在观战的人 对于爆豪帮助队友的事情十分惊讶 在他们的想法中 爆豪应该是不会和队友合作的 而这也代表了爆豪的成长 但是B班还是觉得 其他人只是会配合爆豪行动而已 所以只要让爆豪失败就能打败他们 此时尔兰还在努力寻找对手位置 这次的杂音也比刚才少 尔兰就集中精神 对找到了对手的位置 但这也是敌人的计划 他们让一人发出声音 那个就趁机去偷袭爆豪 将爆豪固定在水管上 但爆豪在沙坛的帮助下 挣脱了水管 并马上去追羊血 而刚才爆豪说的 他们遇到危险自己会帮助他们 的下一句就是 自己遇到危险 他们也要帮助自己 羊血马上制造出盾牌 来阻挡爆豪的动机 但爆豪的目标其实不是羊血 他在利用爆炸来制造烟雾 拖延了羊血后 就把羊血交给了耳狼他们 耳狼就马上利用爆音攻击 打败了羊血 目前爆豪正在追顾吃狼 虽然前台发现了 并想抓住爆豪来保护队友 但他怎么可能追得上爆豪呢 爆豪很快的就秒杀了顾吃狼 沙坛也马上过来抓住了顾吃狼 之前B班是想着 其他人在一盘辅助爆豪 迟早一定会出现失误的 但现在他发现这队伍太完美了 只是连前也被打败了 范胎正在一盘努力 把前台的身体部分连起来 因为在听到耳狼说杂音减少后 他就想到他的再生并不是无权无尽的 而是消耗体力 那些身体部分应该是又回到本体的 所以他就把爆豪给的炸弹 连在前台的身体部分上 然后那些身体部分真的回到了本体 炸弹就在前台旁边爆炸了 虽然前台成功躲过 但被爆豪打败 这场比赛 A班用了不到五分钟的时间 就打败了比方 可以说是彻底脸压 像是老师也称赞了爆豪队的表现 那接下来就是最后一场比赛了 我会在比赛结束后 尽量赶快制作 感谢你们的观看 我们下个影片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